重庆盲人按摩师舒展酷爱文学创作 15年来他一边从事按摩工作 一边从事文学创作 在他心里文学如灯照亮着他前行 2月17日在重庆巴南区李家驼的一条背街小巷 舒展盲人按摩被掩盖在大排档和麻将馆之中 在送走一位客人之后 盲人按摩师舒展坐下来掏出手机 用语音录下他之前创作的一首诗歌《粉红的笑意》 我在银河岸边徘徊逗留可怕期待 终于在那一天的那一个时刻 我忘记了你在那寒冷的夜空中 有一颗星最亮 今生难忘你那笑中情 舒展本名王统华 出生在重庆巴南区一普通的农户家庭 消失后 舒展就发现父亲眼睛看东西有些吃力 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先天性弱势 但越是看不清 舒展却越是喜欢看书和学习 1986年 舒展报考中师落榜 因为家庭条件不好 他只能辍学在家务农 几年后 舒展得知西安一个文学创作培训班招收学员 这一次他不想再放弃学习的机会了 他决定去西安追逐梦想 到西安后他一边学习一边打工 并认识了很多作家 得到了作家们的帮助和鼓励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舒展开始提笔创作 我到西安去呢 我就想的是 我说这是一个机会 去提高自己嘛 然后呢 我妈就反对 她说那么远 你一个人去不放心 我说这次我已经下决心了 就去了 是很大的 是肯定的 舒展的眼睛挤尽失明 为了生计 他学习了按摩 2008年 他在重庆八南区李家驼 开了一家盲人按摩店 舒展一边从事按摩工作 一边从事文学创作 他先后在当代作家 八南文艺等杂志 发表散文诗歌两万余字 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盲人诗人 虽然我是一个残疾人 但是 我从来没有自卑过 其实人吧 只不过我们作为一个残疾人 只是某些器官他还有问题了 其他的 比如说大脑啊 其他说不准的话 有些健全人 他还一手诗一辈子都写不出来 书展表示 他今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像奥夫特洛夫斯基 写出钢铁式粉洋炼城的那样 专注地写出两本书 一本是书展诗文选 另一本就是他的自传 把他人生的不幸遭遇 以及他追逐梦想的心路历程 写下来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